在Notion之后,终于有第二款产品能让我感叹现在的笔记软件已经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吗? 在爆干了两个月的深度体验后,我认为Tana就是目前最强大的AI大纲笔记工具,没有之一,绝对会颠覆你对笔记软件的想象。 我在它身上看到了大量可以围绕AI构筑的高效工作流,以及灵活性、实用性甚至创新度都拉满了的标签系统,一定能让你对AI驱动的效率工具有全新的理解。 大家好,这里是恶意的笔记,一个硬核测评笔记软件与效率工具的up主。 本期是笔记软件全测评计划的第九期,做小众内容不易,你的关注和三连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视频开始前做个弹幕小调查,你最喜欢的笔记软件或效率工具是哪一款呢? 我会将结果统计成表,票数最高将有机会成为下一期的选题。 如你所见,Tana是一款大纲形式的笔记软件,因此天然具备大纲的众多优势。 它允许用户自由拖动节点以快速调整内容顺序,可以更高效地梳理出逻辑清晰的框架。 与传统文档不同,大纲笔记无需刻意浅词造句来将笔记串联成起程转合的结论。 因为大纲的缩近、展开或者节点的聚焦与拉远,本身就能自然地体现逻辑的衔接或递进。 因此大纲笔记的选注优点就是灵活。 比起文档有更小的记录成本,更快的记录速度,以及更齐整的笔记观感。 因为节点的间距一致,不用折腾排版效果,自然也就能更专注于笔记内容本身。 除了一般大纲都有的列表视图,TANA还可以将节点转化为顶部标签页,或者是侧边菜单栏,可以让我对当前的笔记层级有一个更直观更全面的俯瞰视角。 当然我知道大纲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TANA的超级标签与AI工作流一定能让你对它产生兴趣。 TANA的标签可以应用于任意一个大纲节点,不受层级或长度的限制。 点击标签后就能将整个笔记库内拥有相同标签的大纲节点聚合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展开这个被超级标签定义为任务的大纲节点,你会发现它出现了类似Notion数据库一样的字段, 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填写任务日期、标记任务状态,以及添加备注等更多维度的信息。 因此在TANA中,标签不仅仅是标签本身,还是一种带有预设字段的大纲模板。 例如,打上联系人标签会显示电话和生日字段。 打上作者标签会显示国家、简介、个人评价等字段。 在作者下面创建的子节点还可以被自动打上作品的标签。 每个标签都有独立的设置页面,你可以在这里自定义任何你需要的字段模板。 所以标签加字段的组合有什么用呢? 它与传统大纲笔记的副子节点的组合相比,究竟有什么区别? 首先TANA作为一款双向链接笔记软件,每个节点都可以被引用。 例如,你可以在工作日报中引用某位同事,在日记中引用某本书,在旅游清单中引用某个国家。 点击进入这些被引用的节点后,除了可以看到标签预设的字段, 在最下方还能看到它们各自被哪些笔记引用过。 回到原处,你也可以用Shift加左键点击这些被引用的节点。 这样一来,无需跳转,就可以直接在下方完整查看或编辑这个节点的所有字段信息。 另外,TANA也支持将节点在右侧或者上方并排打开,提高浏览效率。 传统大纲笔记最欠缺的是结构化的信息管理能力。 以目不为例,虽然节点灵活,不限层级数,但难以实现跨文档的信息聚合。 更别提用表格或数据库来组织管理不同的笔记节点了。 而TANA的标签将节点聚合后,还可以从列表视图转换到信息更丰富的表格视图。 每个节点的自端信息都会被平铺展示。 切换到看板视图,你可以通过拖动节点来快速调整任务进度。 切换到日丽视图,则可以按照日、周、月的时间维度来查看任务。 所有视图也都支持排序、分组以及复杂的条件过滤。 对一款大纲笔记而言,能如此接近NOTION数据库的效果实在不容易,并且TANA在某些方面甚至会更好用。 在NOTION中,你通常需要先找到某一个特定的数据库,然后才能开始记录的动作。 有时候因为数据库页面的层级太深,很容易在翻找的时候忘记自己刚才想记的是什么东西。 而在TANA中,由于节点是最小的笔记单位,且标签可以便利整个笔记库。 所以不论你在什么地方记笔记,只要打上相应的标签,这个节点就会被自动地发送到对应的标签几何中。 例如这是某一天的日记页面,它包含了我的各种思考、代办、项目、选题等内容。 虽然看起来杂乱,但点击标签后就能看到这个任务节点被整齐地归类到一起。 并且因为预先设置了各种字段和筛选条件,我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有针对性地构建不同的试图。 例如代办、进行中、已完成等,就像NOTION的数据库一样,你还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加E换出临时输入窗口。 这样即使当前是在处理项目笔记,也能快速记录突发的灵感或代办,并打上标签。 这样就可以避免因切换页面而打断当前的工作心流。 简单总结TANA的第一个用法就是,先快速记录笔记,然后添加标签。 如有必要,再补充字段信息。 然后通过标签的聚合以及不同试图的过滤与分组来管理大量的笔记节点。 因为视频篇幅有限,我只能将超级标签不足十分之一的特点与用法略作介绍。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阅读我的这篇万字解析。 TANA的第二个特点是能用灵活度拉满的AI构建高效的全局工作流。 首先我们可以打开TANA的AI对话窗口,就像内置了ChatGPT一样可以与AI进行任意对话。 也可以按空格键快速提问,或者是引用某个笔记节点来让AI作为参考信息源。 TANA还支持调用搭理模型,然后根据你的描述来生成图片。 也可以让AI根据当前笔记节点的内容来生成顶部的封面图。 但TANA AI最强大的能力在于,它可以为每个超级标签定制个性化的AI助手。 例如,我可以为TASK标签配置一个任务助手。 点击之后,TANA AI就会根据任务节点自动生成此任务,估算完成时间,甚至提供相关建议。 我也可以为观点标签配置一个反思助手。 点击之后,TANA AI就会根据当前的观点来生成三个赞成与反对观点, 以便能进一步加深你的思考深度,扫清思维盲区。 或者为问题标签配置答疑助手,让AI用费慢学习法的方式, 带你一步步拆解问题,从而真正理解和掌握问题的本质。 这种根据问题生成答案的AI并不稀奇, 但TANA的优势在于,每个AI助手都与特定的标签绑定, 所以复杂的提示词只需要写一遍就够了。 又因为标签可以作用在任意一个大纲节点上, 所以你会看到TANA AI的灵活性是所有笔记软件中最高的。 这是一份OpenAI官方发布的可以优化提示词的提示词, 我可以直接将它完整地放在TANA AI的命令按钮中, 并将这个按钮绑定在Prompt这个标签上, 然后让我来随意写一段提示词,然后打上Prompt标签。 接下来点击按钮,TANA AI就会根据预设的提示词, 将其优化成更完善更准确的指令。 我也可以用TANA的内置命令一键将YouTube的视频字幕扒下来, 然后让TANA AI进行总结或者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在更日常的工作场景中, 我可以让TANA自动搜索本周都写过哪些日报, 然后用TANA AI将日报总结成指定的周报格式, 就可以在周报标签的数据库中进一步集中管理。 在具体的创作流程中,我可以为选题打上选题的标签, 点击按钮后让AI读取选题的名称, 以及下方字段里已经写好的草稿, 创作意图,创作目标等。 它就会遵照事先设定好的提示词来生成完整的文章。 接下来再点击按钮, AI会根据生成的文章进一步生成SEO参数。 继续点击按钮, AI会生成符合文章意义的封面图描述词。 最后再让TANA调用搭理模型来生成一张封面图。 在我用过的这么多笔记软件中, TANA AI的灵活度是最高的, 支持的提示词也是最长的。 因此你可以提出更具体更细节的要求, 让TANA严格地遵照你指定的格式来回答。 或者要求AI进行多轮反思再回答。 而这些特性即便是最早之一将AI引入笔记软件的Notion都做不到。 到这里你应该能发现, TANA几乎将所有的高级功能都与超级标签绑定在了一起, AI也不例外。 不同的标签定义了不同的信息节点, 不同的AI指令被封装到不同的标签中, 然后嵌入到不同的工作流理。 现在让我来模拟一下, 作为一名自媒体创作者, 我可以如何用TANA来搭进我的笔记系统与创意生产工作流。 新的一天开始了, 打开TANA后首先展现的是以当天日期作为标题的Daily Note模块。 我会在这里记录各种代办、思考、灵感或者摘录有价值的金句, 保存稍后读的文章链接。 我也可以用移动端的APP来拍照, 用自带的OCR工具摘记文本。 上厕所的时候用语音记录突然想到了选题, TANA AI还能自动提取语音中的代办, 然后自动打上任务标签。 我不用担心这些笔记节点会被分散到每天的日记中难以整理, 因为不同的标签已经预设了不同的整理规则, 于是秩序就会从看似混乱的Daily Note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 这样一来,信息的捕捉、搜集与整理就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 基于TANA的小组件功能, 我可以在Daily Note的侧边栏自动显示未完成的或者过期的任务。 与谷歌日历联动后, 在侧边栏能以时间线的方式显示当天日程, 更便捷地更改任务排期。 与ReadWise联动后, 每天打开Daily Note就会随机刷新三篇曾经检藏过的文章。 这个小组件功能叫Related Content, 每个标签都可以独立设置。 也就是说你可以为不同的标签自定义不同的关联信息。 例如当前的笔记节点叫做TANA AI详细测评, 首先因为这个节点带有选题的标签, 所以出现了这些预设的字段。 接下来我可以再打上AI的标签, 那么在侧边栏就会自动出现所有我曾经写过或者摘录过的 关于AI的思考, 真正让笔记做到增云未来, 给我提供更多的创作思路。 又因为选题标签被设置为项目这个标签的子集, 所以我不但拥有了一个选题核集, 还可以在项目标签核集中更好地管理我所有的创作进度。 以上所有的自动效果都依赖于提前设置好的搜索条件, 而TANA的全局搜索效果是我目前用过的所有笔记软件中 几乎是最强大的之一。 中文搜索效果完胜Notion, 比起Obsidian的DataView插件, 或者比起Loxic自带的Query功能, TANA搜索的易用性高了不止一个量级。 所以不论你的搜索需求有多么刁钻, TANA都可以满足。 在我看来, TANA的确就是目前最强大的AI驱动的大纲笔记工具, 但缺点也有一箩筐, 例如订阅价格较高, 没有中文, 不支持Markdown, 学习曲线陡峭, 导出格式受限, 不支持本地离线等等。 在你贸然尝试前, 我还是建议你完整读一下评论区置顶的这篇文章。 我非常有自信, 这期视频加上这篇文章是整个中文互联网对TANA最系统最完整的介绍。 也希望你能给本期视频一个三连, 或者考虑订阅我的Notion教程2024最新版本, 六大章节一站式学习从入门到精通。 这将能支持我独立测评更多优秀产品, 帮助这个频道走得更远。 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